快看呀,一辆拉满挖掘机搅拌车,和垃圾车的大吊车开了过来,糟糕不好了,吊车突然失控,撞到了马路上的线高杆,剧烈的撞击,把挖掘机的油箱撞坏发生爆炸,燃起了大火,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路过的绿巨人,看到眼前这一幕都被惊呆了,他立刻跑上前去查看情况。 哎呦,为我没看错吧,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和浓烟啊?我的天呐,这个大吊车超大量,居然拉了这么多的工程车,实在是太危险了吧。 整个线高杆都被他撞坏了,挖掘机的大火越来越猛烈了,我要赶紧想办法把大火给浇灭才行。 对了,我现在就给消防员打电话,请他来帮忙。 为你好,俺是齐天大圣美猴王祝空消防员,请问你有什么困难吗? 美猴王你好呀,我需要你的帮助。 在马路上线高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,一辆超载的大吊车撞了什么? 车上的挖掘机被撞坏了,燃起了大火。 火势特别的大还有浓浓的黑烟,很可怕。 好的绿巨人,你放心吧,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 你千万不要靠近火源,贸然去灭火。 待在原地不要动,我现在就赶过来。 美猴王挂断电话后,来到消防车上,启动车子就出发了。 经过几分钟之后,终于来到了着火的大吊车旁边,消防车立刻开始进行喷水灭。 经过长达五分钟的救援后,大火终于被浇灭了。 美猴王立刻下车进行检查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绿巨人,绿巨人,你没事吧? 大火已经被浇灭了,现在已经安全了。 哎呦,美猴王,你终于来了太好了,多亏了你及时出现,不然大火肯定会把所有的车子都给烧毁的。 是谁开车这么不小心呀? 车辆超载超速是不能行驶的?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要危险驾驶,更不能闯红灯超车。 哎呀,我知道了,美猴王,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 这些车子堵在这里会很麻烦的,我现在就把它们给挪走。 好,谢谢你能来帮忙。 好,谢谢你能来帮忙。 好,谢谢你能来帮忙。